第二百四十三集 楚乔拉着他进了房间,好一通安慰,轻轻却一直不停地哭,也不说话,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总算抽抽搭搭地停了下来。 好了,别哭了,多吉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的。 轻轻站起身来,抹着眼泪摇头道, 不是玩笑话的。 楚乔自然明白,只是却不忍伤他的心,仍旧安慰他的,别想太多了。 我其实知道的。 轻轻低着头喃喃说道,多吉不喜欢我,多吉喜欢的人是姐姐。 楚乔文言顿时一愣,皱眉道,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 轻轻仰起头来,小小的脸巴掌大的一块,看起来十分可怜,她直傲地说道。 我看到多吉偷偷画姐姐的画像,就藏在枕头底下。 楚乔的眉头越皱越深,久久没有说话。 可是我也知道,姐姐是不喜欢多吉的,姐姐喜欢的人是送姐姐玉佩的人。 小丫头说完,抹了一把眼泪,就走出房门。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透过窗子照进来,白灿灿的一片。 一只通体雪白的玉佩静静地放在枕旁,光滑璀璨,温润如玉。 一夜无眠,第二日有人敲响了小院的房门,轻衣疏童恭敬有礼地站在门口,很有礼貌地说道。 请问有人在家吗?我家公子有事求见。 帐篷被掀起一脚,骤然涌静地除了炫目的阳光还有烤腊肉的香气,轻轻皱着眉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显然还没有完全醒来。 清晨的微风中带着一丝清爽的香甜,顿时驱散了帐篷里浓浓的药气。 楚桥没有抬头,单手支着额头,另一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只黑色的玛瑙旗子,不断地敲击在白玉旗盘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平凡且单调,阴阴有一些烦闷,但是他却恍若未绝,旗盘上筋尾纵横,满盘错落,他却迟疑着久久不能落子。 小姐,大家都准备好了。 多吉站在门口,成声说道。 楚桥眉心,微微促成一个穿子,多吉的声音静静地回荡在空气里,他却迟迟没有反应,就在多吉以为他没有听到要再说一遍的时候,他却突然将满盘旗推散。 转过头来,成声说道, 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日夜兼程地赶路,做好准备吧。 楚桥等人是在昨天离开雪府城的,现在的他们正在赶往唐金的路上。 半月前,殿堂大如沈墨白的独子,沈俊突然登蒙造访,点名要见楚回。 楚回是多吉的东路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信了楚桥的信,名为回回山的回。 沈俊来见多吉并不是什么大事,毕竟多吉在雪府城这一年来,博学之名早已远播。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却让楚桥警惕了起来。 据多吉说,当沈俊看到了他最近正在撰写的济世之道之后,十分重视,竟然连夜写信给他的父亲。 而远在眉山任职的沈墨白,在第三天就回到了雪府城,并将多吉一连三日强留在府中,口气中,隐隐有想要招纳他之意。 原本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一个爱才的老人,喜欢一个有才华的后辈,想要对之提携一二,也不算什么奇闻。 然而,就在半月之后,沈墨白为多吉引荐了一个人,楚桥才终于认识到了危机的所在。 年纪轻轻,气度雍容,身份神秘,连沈墨白这样的学者也对之恭敬有礼。 再加上多吉为他形容的行貌谈吐,他不得不隐约想起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来,回想起近期听到的一些风闻。 楚桥越发感到了一丝山雨欲来的紧张,三天过后,他决定北上,务必要见上李策一面,方能解心中担忧。 队伍在第二日来到了莉莉,一路上高溅溪流,草木繁盛,轻松茫茫,若不是心境不适,定是一路休田好游。 然而,第三天傍晚的一场暴雨,却阻断了楚桥等人的行程。 山路难行,淤泥凹陷,第四天下午,好不容易走到了秦恒河,却发现暴雨之后大水江唯一的桥梁冲断了,一支似乎也要过河的队伍正在抢修,不过人数毕竟只有三十多人,到底进度缓慢。 如今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回头绕道,取道怀送,这样最起码要耽误十多天的时间,要么就是等桥修好之后再过河了。 楚桥给雇来的马夫护卫每人加了十株银子,这些老实巴交的人顿时欢天喜地地加入到了前方修筑桥梁的队伍之中,不一会儿多急走到马车旁说道,"小姐,对方派人来谢我们。 楚桥见对方也没有亲自前来说话的意思,也乐得清闲,单单点头道,"你去回说,大家同路而行,都要过河,不必道谢。 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天边雷声隆隆,天气异常闷热,楚桥微微掀起车窗的帘子,只见西方乌云密布,恐怕再不多时又会是一场大雨。 梅香带着几名下人煮好了肉粥,楚桥见渡口那一边的队伍一片安静,所有的下人都在修桥,只有一辆简朴的轻步马车静静地停在一株苍松之下。 傍晚的红光之下,马车好似被染上一层红韵,微风过处,连卷微翻,一只浩白的刺巾长靴露出一脚锦绣,沉浸淡漫,俨然是大跪之人。 梅香叫上自家护卫,招呼大家吃粥,楚桥见了就吩咐他将多余的粥送去给对面的那些人,不想梅香回来的时候,手里却抱着一大包油纸包,打开之后全是上好的糕点酥饼,还有两大块干牛肉。 还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梅香笑咪咪地拿起一块糕点,凑到鼻尖闻一闻,说道,好像是白水关于伏记的千层酥。 小姐,你闻闻,和我们店里从白水进的货像不像? 楚桥皱着没结果,看了一会儿静静说道, 不是一样的,我们买的是中档糕点,没有这么酥脆,这样的糕点是经不起长途跋涉的运送的,没法做生意,想必对方也只是买来路上吃的。 梅香听了微微炸舌,虽然这些年衣食无忧,但是毕竟是苦出身。 他喃喃道,这么贵的点心都送人,真是财大气粗。 青青这几日生了肠小病,总是病泱泱地睡着,这会儿闻得香味,睁开眼睛,也没看清楚是什么,就对着梅香叫道。 梅姐姐,我要吃!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伙人来历不明,还是小心些。 梅香,把这些东西找个地方扔了吧,都别吃。 梅香微微一冷,可是随即马上点头道。 小姐说的是,打了半响的雷,大风也呼号了许久,可是入夜时分,却又销声匿迹了。 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木桥终于修筑好了,那伙人似乎也急着赶路,过来一个人和多吉打了声招呼,就当先离去。 楚桥也不愿再耽误时间,那伙人过河之后,也带着人马过河。 然而,走到渡口的时候,却见之前梅香送过来装肉粥的瓷盆被放在一方松草之中,里面肉粥完好,竟是一口没动。 几只野蜀蹲在盆边,正在大块躲影。 楚桥放下车窗的帘子,静静靠在软垫上,眉心缓缓地皱了起来。 午夜时分,总算出了山区来到一片平坦的草原,向导说此地是悠悠园,出了这里就是西兆山,翻过此山,前面就是西南方的第一大城秋风城了。 由秋风城中转,往东是唐津,往北是白水关,过了白水关就是大厦的土地了。 几日以来,一直在山间野地里跋涉,此刻看到平原,众人心里豁然开朗。 平原上历来是如此,远远地看着一棵树,看起来不远,可是真的要走过去,却要跑马跑上一整天。 在悠悠园上整整走了两天,总算到了所谓的西兆山。 此山名字极美,景色也绝佳,只见几座连绵的山峰面丽对驰,松薄清脆,繁花穿插,一只白色的瀑布由山顶倾斜而下,形成一条白段。 水雾生腾,犹如仙境,因为比邻秋风城,此地的山路极为开阔,可并行两辆马车,仍不险几。 夕阳西下,落日火红,洒下一片艳色,松薄雨林一片红云,繁花似锦,鸟语花香。 绝佳之锦,美不胜收,果然不愧西兆二子。 当天晚上,楚桥下令在一处山谷安营眨站,下人们听了集体欢呼一声,几日来不眠不休的赶路,果然已让众人神色俱疲了。 然而,还未睡着,野狼的嚎叫声却忽远忽近地传来,声音凄厉,叫得人毛骨悚然。 青青害怕的小脸苍白,缩在帐篷里,靠在梅香的怀里死死地闭着眼,却怎么也睡不着。 楚桥也不免有些担心,西南一带恶狼凶狠,早有耳闻,如今他们人数稀少,还大多都是些固然的寻常护卫和车夫。 队伍里又有女子孩子,一旦遭遇狼群,后果不堪设想。 他叫来多吉和平安吩咐了几句,交代大家做好准备,这才稍微放下点心来。 然而,到了后半夜,狼声更甚,剑中还有男人的呼吓声,楚桥出了门,披好封衣,吩咐平安带着几人看守营地,带着多吉和十多名护卫就往声音的发源处而去。 不过是转了一个坡,一股腥臭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众人小心一看,只见一处低洼的山谷之中,大约有上百只野狼正在攻击一对人马。 那伙人,人数虽然不足,但是伸手矫健,劈砍腾挪肩,威势凌理,行动彪悍,一看就不是好乡之辈。 狼群凶悍,白牙僧僧,仗着成群结队也丝毫不惧,鲜血飞溅,恶臭扑鼻,惨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急被发寒。 小姐,多吉皱起眉来,成声说道,狼群众多,若是这伙人不敌,我们也独目难克。 小姐,楚桥点了点头,说道,大家准备,一众护卫车夫也是常年在外行走的江湖人,虽然不敌正规军队,但是胆子却是极大,拉开弓箭,摆好架势,多吉面色冷酷,成声说道,放! 一排排燃着松油的火箭,骑沙沙地击射而出,刹那间,狼群背后遭袭,十多头野狼顿时惨叫倒地。 狼群大怒,掉转头来向他们冲来,势如电闪,迅速惊人,几个起落就已到了身前。 多吉,手及眼快,提起一桶铜油,哗的一声泼在前面,火把一扔,一道火墙顿时在山前燃起,火蛇高达三丈。 几只恶狼停不下缓冲之势,一头撞在火中,顿时发出刺耳的惨叫声来。 狼群为火,顿时阵脚大乱,那伙人马见有人帮忙,气势更甚,为首的几人大喝一声冲上来,刀劈立砍,乘胜追击。 那群恶狼果然凶悍,如此恶战了一个多时辰,才仓荒退去,临行前几声示威怒吼,阴影有报仇之意。 遍地狼狮,一地心臭,山谷下一人高声呼道, 上面是哪位朋友相助,我家主人多谢诸位仗义出手。 多吉文言微微已冷,探头看去,却因树木阻隔,也黑如墨而看不清楚,只是高声叫道。 可是曹大哥吗?我们是在秦河横边遇见过。 对方沉默片刻,突然大笑道。 哈哈哈哈,原来是吉小哥,我现在有些不便,稍后定来拜谢吉小哥大恩。 多吉盲说道。 曹大哥不必多礼,不知可是受伤了吗?有没有金疮药? 小小伤势不足挂齿,小哥费心了。 楚桥听出对方语气里已经带出一丝警惕来,轻轻拉了拉多吉的衣袖,朝着自己的银顶示意一下。 多吉会议,忙说道。 那小弟先走了,曹大哥保重。 回到银顶的时候,平安正急的上窜下跳,见了楚桥连忙跑上来问道。 姐姐,可受伤了吗? 没事。 楚桥摇了摇头,对多吉等人说道。 今晚大家睡觉多留点神。 火把整晚燃着,准备好火箭和硫磺铜油。 狼群牙刺必报,小心他们来寻仇。 众人点了点头,楚桥回了帐篷,见青青已经睡下了,没想为他脱下披风,轻声说道。 让多吉去就行了,小姐干嘛要亲自去呢? 楚桥摇了摇头,眉心紧锁,轻声说道。 我这几天总是心绪不宁,也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小姐是为了堂皇陛下担心了吧? 你放心吧,堂皇那么精明一个人,哪里会让萧小之辈轻易得逞。 楚桥柔柔地叹了口气,双手捧住梅香递过来的一杯生茶,热气鸟鸟,却怎么也暖不了他冰凉的双手。 但愿如此吧,不知为何,他突然想起刚刚山谷下的那对人马,一颗心,不知为何竟有一些担忧,不由自主地说道。 梅香,上次从灵性堂买回来的金疮药还有吗? 第244集 梅香顿时已愣,着急地问道。 谁受伤了?小姐你受伤了吗? 梅,楚桥连忙摇头说道,谁也没受伤,他有些聚脑地躺在毡子上,梅香心有余悸地上下看着他,似乎怀疑他在骗自己一样。 这是怎么了?楚桥微微皱起梅来。 一二天一早,楚桥等人刚刚走了没多远,就见前方一队人马正在静静地停在那里,显然就是昨晚的那群人。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和多吉说了几句话,客气一番,就走到楚桥的马车里,行礼道。 我家主人多谢小姐的元首之恩,本不该无礼唐吐,但是受人恩惠,须当铭记在心,是以大胆请问小姐名讳,还请小姐见了。 楚桥微微皱起梅来,成声说道,路见不平,本该元首相助,不必多礼。 那人闻言,微微一愣,又再说道,还不知道小姐方明。 你这人好生奇怪,你家主人只派了你前来,明显是不想自表身份,为何要强问我的出身? 大家萍水相逢,互相警惕防备也很正常。 既然互不信任,并且各有要事在身,何不马上赶路,在此多言,不觉得无聊吗? 那人顿时目瞪口呆,没想到会被楚桥这般抢白,愣愣地退下去,不一会儿,前方的队伍就急行离去,轻轻炸舌道,姐姐真厉害。 楚桥叹了口气,靠在软垫上,什么厉害,只是不愿意和他们浪费时间罢了,越拖一日,他的心情越是焦虑,而面对这伙人也给他一种压抑的危机感,他明显感觉到对方绝对不是普通人。 在这种时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要小心谨慎地好。 然而,走了不到半日,又一突发事件终止了他们的脚步,这时候就连迟钝如平安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妥了。 一处稍显狭窄的山路上,几棵大树和一堆淤泥乱石横在路面,足足有半人多高,阻断了道路的前行。 一切都很明显,很可能是几日前的那场大雨造成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然而,多次的巧合之后,却没人愿意相信这个简单的理由了。 那队人马站在前面,虎视眈眈眈地看着姗姗来迟的楚桥等人,毫不掩饰眼底的敌意。 而多吉和平安等人也疑惑地皱起眉来,手自然地垂在一侧,可是指腹却缓缓摸缩着剑柄刀吧? 天蓝云白,飞鸟鸣体,太阳暖暖地照着下方,在这样晴朗的天气下,气氛诡异,剑拔弩张。 没有人去清理路上的乱石淤泥,反而虎视眈眈地对视着,久久没有人上前一步。 真是巧啊,姓曹的男人冷笑一声,缓缓说道,平安眉梢一条,却被多吉一把拉住,年轻人见眉微处,淡淡笑道,果然很巧,几日来,屡次和曹大哥患难与共,连我这个不信天命的人都不得不说一句天意难测呀。 依我看,不是什么天意,怕是有人存心弄鬼吧。 平安顿时怒道,你说谁? 曹大哥冷然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划下道来吧。 我看你才不是好人。 平安怒喝一声,刷的一声抽出刀来,寒光闪烁,他上前一步就要动手,对方一看顿时出刀。 就在这时,只见一道荧光骤然亮起,钉的一声打在平安的剑柄上,宝剑龙银光的一声落在地上,一个亲密的女生淡淡说道,平安,不得鲁莽。 好似一池冷水,骤然注入沸腾的热水之中一样,气氛煞湿平息下来,全场一片安静,连人的呼吸都几乎清晰可闻。 微风琐琐,少过众人的眉眼,远处轻松摇曳,避浪万寝,鸟儿在半空中盘旋飞舞,叽叽咕咕咕地鸣叫。 噗,一个细微的声音突然传来,似乎是靴子踩在石子上的沙沙声。 风吹起青布车帘,杏曹男子等人顿时惊讶叫道, 主人,那人一言不发,静止向着楚桥的马车走来,多吉眉梢烧一跳,顿时喝道,站住。 那人却毫不理会,多吉手握剑柄,剑没竖起,顿时就要出剑,然而剑刚刚拔到一半,只听一声顿响突然响起,那人伸手快得诡异,转眼间就卸下了多吉的剑,随手一抛就扔在地上。 多吉面色顿红,怒哼一声就要冲上前来,那人却凌然不惧,快步走到楚桥马车前,伸手就要来掀他的车帘。 呼的一声,清新的风顿时吹了进来,正午的阳光明晃晃的刺眼,楚桥手握小型奴剑,剑端对着半门,却在阳光刺眼入瞳孔的那一刻愣了下来。 多吉从后面冲上前来,五指成转,就往那人的脖颈抓来,以他三年多来施成楚桥的伸手,此一刻绝对能置敌人于死地。 然而那个人却不闪不闭,身穿一身月白色的云纹长衫,剑眉心目,清俊如丝,坦然地站在原地,双眼清淡地望着他,一时间竟然难辨喜怒,恍若深谈,含糊幽记。 搜,奴剑离玄,从男子的耳畔穿过,紧擦着多吉的手臂射了出去,快如巅峰,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瞬时间冻结了所有人的动作。 多吉,退下。 楚桥静静地说道,并没有气氛,可是却多了不容怀疑的威慑力。 多吉眉梢一条,叫道, 小姐,楚桥眼稍微甜,也不说话,只是转过头去淡淡地看着他,多吉顿时神志一领,缓缓退后,只是眼神仍旧不服气地看着马车前的男人。 熏风如醉,天气好得让人心慌,一排茅色鲜艳的黄梨落在不远的树枝上,提叫出婉转的声音。 树木舒展,像是心苗的带眉,一旁的蜜林郁郁葱葱,剑中开着各色惹人喜爱的花朵,奇袖贵立如在画中,风过处,男子的衣角轻轻被风吹起,没有寻常富贵人家年轻公子的熏香,而是一股清淡独有的芝兰气,气质清俊,恍若一捧清澈的雪。 呀,坐在楚桥身后的晶晶突然伸着手,折着男人的腰部叫道,她的玉佩和姐姐的是一样的。 银白光洁,圆润剔透,男子背风而立,一方佩玉挂在她的腰间,闪烁着悠悠的光环。 楚桥的神色渐渐缓和下来,在所有人静静莫立,哑然无声的时候,她突然伸手搭在男子的肩膀上,纵身自马车上跳下来。 温和地笑着,对平安多吉等人吩咐的。 别愣着了,赶快把前面的道路疏通开。 啊? 平安瞪大了眼睛,看着楚桥,又看了看那名男子,最后傻乎乎地问道。 姐姐,你们认识啊? 嗯。 楚桥神色轻松地点了点头,看样子似乎还有一丝欣喜。 平安很想问问这个人是谁,谁知话还没开口,就见那男人的眼神淡淡地飘过来。 不是如何眼里,可是却又如冰雪一般的冷漠,似乎很不愿意听到这个傻头傻脑的小伙子喋喋不休一般。 曹大哥等人见了,顿时低着头退了下去,拿出工具就开始疏通道路。 楚桥转头对男子说道, 你随我来,说吧,就往后面走去。 小姐,多吉连忙走上前来,拦在楚桥身前,呈声说道, 你干什么去? 楚桥说道,多吉,别担心,这是我的朋友。 多吉疑惑地看向那人,却见那人微微皱起眉来,淡淡地扫了他一眼,眼神犹若近乎风洞,冷漠异常。 那绝不是一般的淡漠和冷酷,而是屡经世事并且身居上尉方能练就而出的骨子里的清高。 多吉顿时感觉好似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几倍不由的一寒。 恍惚间,楚桥和那人已经走得远了。 这天的天气极好,明澈如一壶碧水,日光若惊,两人一前一后,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走进一处偏僻的小山啊。 一行瀑布由山巅处飞泻而下,落入寒潭之中,溅起大片水花,粒粒成青,铁衬着璀璨的日光,五彩炫目。 楚桥回过头来,看着眼前的男人,一年多没见,他似乎也并没有如何改变,人就是这般模样。 他开口想说什么,千言万语您的唇边,却不知该从何说起,终究化作一丝浅笑,溢出唇解,也不知是在笑自己,还是在笑他人。 笑什么?诸葛月仍旧是那副样子,眉心微微促起,似乎很不耐烦和他站在这里一样。 没什么?楚桥摇了摇头,仍旧是笑着说的,似乎每次见你的方式都很奇怪。 诸葛月转过头去,眼睛看着别处,还是那股熟悉的别扭剑。 你来这儿干什么?诸葛月给了他一个无比准确,却又无比含糊的答案。 反正。 哦,楚桥点了点头,说道,现在就要回去了? 嗯。 然后,两人就站在原地,谁也不再说话。 一转眼,又快两年了。 这两年来,他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转手乾坤,已成为大陆上最有势力的人之一。 楚桥在偏远之地,偶尔听闻他的消息,都会有一种奇异的恍惚感。 他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人,和那些传言中杀伐决断,凌厉果敢的男人是不是一个。 他也陆续听到一些来自于青海的传闻。 传闻里,那里虽然名义上隶属大下,但是实行自选官吏,不从士族中推取,而是经由科考选拔,即便是平民也有机会参考。 传闻那里制定了新的律法,鼓励农耕,新修水利,保护工商,内地的商人们中又大胆地已经前往青海做买卖了。 传闻那里废除了奴隶制,士族富家可以购买家奴,但是只要家奴愿意出钱赎身,是可以脱离奴籍的。 而且,即便是家奴,也不可以随意杀害,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传闻那里并不是如传说中的荒凉败露,而是地域广阔,另有乾坤,人口繁盛,如今已有众多富饶繁华的城镇了。 还有传闻说,青海王如今已经臭名远播,被称为强盗司马,在朝堂上每年抢钱抢粮,以各种名目争夺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青海。 每个月,青海都要上报大灾大旱,洪水冰川,那里的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极力要求朝廷出钱出粮,解救难民。 偏偏那些物资一出真黄就会流入市场,换取大量的真金白银,然后明目张胆地运向青海本部。 如今燕北的大半兵力都被青海牵制,大厦根本就不敢同他翻脸,只好任由他为非做的。 传闻这个男人被青海的百姓称为军府,被西蒙的百姓称为强盗,被大厦的官员们称为吸血鬼。 就连他的好朋友兼好盟友赵彻其皇子也很委婉地劝他,差不多就行了,你吃肉总得让他们有口汤喝。 传闻西蒙的百姓纵然恨他入骨,但是如今胆子大的,已经悄悄地准备搬家了,每天翠微官都人满为话,充满了想要偷偷混进去的脱家带口的老百姓。 大厦长老慧怒斥他有意纵容翠微官守军懈怠独职,放西蒙内地的百姓流入青海,他却很无辜的一摊手。 燕备均威太甚,我们没有多余兵力,若是想要有效地限制此等事件,仅需户部立刻向青海拨黄金十万柱,以扩充青海军备。 传闻那么多,可是楚桥此刻看到他,那些传闻突然就如烟云般从脑海里消失了。 他还是他,不是什么青海王大司吗?不是精彩厌绝的青海军妇,不是狡猾无耻的大厦吸血鬼,他仍旧是那个冷漠孤傲,还略略带着几丝别扭和任性的男人,是那个和他屡次生死,几次救他于危难的诸葛少爷。 几番感慨突然在心间升起,渐渐将那份初见的激动和喜悦压了下去,他看着他,虽然仍旧英俊,仍旧冷漠的像块冰,可是眼角已然带了一丝纹路,仔细看去,眼神也有一丝疲倦的心苦了。 他静静地抿了抿唇角,轻声说道,才一年多没见,你就老了。 诸葛月文言突然一愣,眼神中的那丝风霜卸去,他低头看向他,只见他容颜依旧,只是更加瘦弱了几分。 他今年才二十六岁,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这个老字,然而这些年的辛苦劳累,那些坎坷岁月里的博弈征房,那些溅在眉梢眼角的血腥杀戮,都随着这个老字如同滚滚潮水般流过他沧桑的双眼。 演映在种种风光之后的,是无眠不休的彻夜灯火,是西窗冷月的孤影剪竹,是寒窗辗转的夜不能寐,是迎风独立的萧萧孤独,人面依旧,心却疲了,如何能不老,又怎么能不老。 他看着他,这一年多来的火气突然就没了,连那丝孩子气的任性都在这句简单的话里老去了。 这一年多来,你还好吧? 没什么好不好,总还活着。 诸葛岳淡淡地说,话虽然不好听,可是却没有以往的那种冷淡的语气,楚桥却知道,他并非是与自己斗嘴,而是真实的感慨,也许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能够体会的,没什么好不好,活着就很好了。